来到基隆的朝靖公园 除了著名的飞天扫帚与无敌海景 天空时不时会有色彩斑斓的大鸟飞过 是的 这是近年风行的特宠之一 金刚鹦鹉 我是高雄来的 这是一个很棒的环境 鹦鹉可以飞得很自在 虽然风有点大 但就是感觉天空变得比较多颜色 会更漂亮 我们挑这个地方是 我们来的户外不同的风景 鸟宝的部分是户外不同的飞行运动 户外训飞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设施 美国生物学教授与心理学教授等权威专家强烈呼吁 放飞鹦鹉让它们重获飞行自由 是让这些鸟儿拥有健康快乐生活的唯一途径 而鹦鹉户外放飞一定要有充分的训练 放飞鸟要注意的事项 就是可能在风速比较大的环境之下 那鸟的飞行可能就会产生错乱的感觉 然后它在飞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会找不到方向 初训练的鸟 在特殊环境之下 那最好是尽量避免放飞 以免鸟被有准或者老鹰追逐而飞尸 这些都是放飞鸟类鹦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现在犬猫以外的非犬猫的宠物 其实琳琅满目非常多 购买前必须要去清楚地了解到说 我今天要养的宠物是什么 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去满足它 让它能够有自然表现的行为 如果说有四羊鸟类的四组 建议在脚环上面可以新增一个电话环 有些四组会带自己养的鹦鹉去做放飞的训练 那放飞活动就是它需要有充分训练的一个活动 那就是它的保护措施也要做得比较完善 那让鹦鹉展现它飞行的自然能力的同时 那也要做好充分的防护 因为近期就是在野鸟的繁殖期 所以民众偶尔会在树下会看到有不胜最潮的幼鸟 那其实母鸟都会在附近徘徊 而且提供它们捕育 所以我们建议民众如果看到最潮的幼鸟 不用轻易的去马上把它拾起来 可以通报动保所 那我们会派员到现场去救援 让鹦鹉放飞是一项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的饲养方式 这不仅符合鹦鹉的自然本性 还能大大提升鹦鹉生活质量 相对于四组也能暂时放下手边的3C产品 与爱宠一起亲近大自然 也让不同景区的游客增添不定期的惊喜感 公民记者郭廷奇 记忆是中正区采访报道